台北市长柯文哲创台湾民众党后 目标进军国会 希望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立法院成员长王金平 三人合作打破蓝绿 虽然郭客王上周桃园三结议破局 但三方到现在也没把话说死 还是有可能合作 我们有没有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面对国民党呼吁整合 郭台铭却直接拒绝 与国民党主席吴敦毅见面 根据苹果宣传网委托点通公司 最新民调 如果台铭参选 由柯文哲担任国阵总顾问下 蔡郭涵三人对决 郭台铭支持度29.4% 微服领先蔡总统的29.2% 跟韩国瑜的27.3% 但如果郭台铭以独立身份参选 只获得23.8%的支持度 若后蔡英文的32.7% 结论就是郭台铭若要参选总统 必须与柯文哲合作才有胜算 点通分析 如果郭台铭独立身份参选总统 支持度落后蔡英文韩国瑜 不过如果加入柯文哲担任国阵总顾问 郭台铭支持度远居领先 虽然郭客联盟会造成韩国瑜很大的隐忧 不过就算郭台铭不选 蔡英文与韩国瑜对决下 韩国瑜支持度跌到34.2% 蔡英文支持度上升到42% 从过去14次民调中发现 韩国瑜在民进党出选时 支持度下滑 之后回升 没想到这次再度下滑 而且还是连续五周下滑 点通认为反送中运动持续延烧 蔡英文也多次公开支持反送中运动 香港的人民诉求民主自由 其实是一个很正当的诉求 全世界的所有的关注民主自由的人 都支持 相较之下 韩国瑜对此一题叫我为低调 可能会成为未来影响支持度的关键 知证中心台北报导 苹果的新闻是知识跑出来的 知识他跑得更快更好 属于你的媒体 是苹果新闻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